台股在今天真的就差一点 就站上了今天盘中高点了 大盘今天大涨了167点 五日均线站回来 贵买领先把季线给站回来了 特别是三大法人 同步都站回来买方 尤其是外资 外资昨天现货还在卖 但期货多单大增 明哲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赌美国股市的财报好 今天台股不会跌果然 但是今天又怎么解呢 今天外资在现货开始翻多了 期货多单又增加了三千五百多口 把多单的水位又往上顶到了一万两千多口 建峰昨天是赌今天 台北股市不会跌 在今天的多单大增 现货翻多 这代表看好台股了吗 好 其实来讲的话 我认为外资也不一定是看好台股 只是说他昨天 例如说他现货卖超 那他在期货上 他在读一个反弹 所以他有做一些避险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又增加的话 代表我认为他这一波来讲话 还是持续看这个台股在短线上 还是有持续往上走空间 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到 其实最大压力是会落在十字线跟月线之间 所以说往上还有一点空间的情况下 只是说投资朋友就要小心说 他今天增加这么多多 但情况下下礼拜如果指数真的再上去了 到了压力区间来讲话 要提防说外资要趁势的获利了结 尤其现在外资做很短 对没错 因为他最近都是短线进出的比较多 而且幅度都还蛮大的 所以要小心说 他们在下礼拜来讲话 指数目标也到了 那外资可能会做一些获利了结的部分 OK 而且我们下礼拜很多变数 我们回来之后 包括礼拜四 联准会要公布升级码了 然后苹果的财报也要发布了 所以外资并不是全面 翻多台股只是在近期 他没有看得这么的坏 但是卡柱也是要快一点 这见锋提醒大家了 那看到外资今天 现货开始转买了 买了哪一些呢 伯吉老师请您上台来 我们来看到外资今天买什么逻辑 哇 买 买金 金 金 来 下11档到20档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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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今天买好多金耶 对 今天买很多金嘛 那我觉得金融股 我们看一下金融股日线好了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逻辑 大概在哪 金融股其实在今年来讲 它本来相对它就是落后这个大盘 你把时间拉长 你看嘛 金融股只有反弹到年限的位置 而且四月份才把年限站上来 对 所以金融相对 它的位阶它是比较低的 那如果说在这里电子很混沌 它又想要在指数上面吃豆腐 昨天买那么多的期货 那它当然今天金就要买多一点 多头可用之病就它了 对 因为它买电子 等下为美国电子又有一个什么风 草动又杀下去 麻烦嘛 所以金融变成它的首领 再来刚才成龙有讲到嘛 金融有很多的美债 那你美债的这个殖利率下来 代表债券价格的上升 那债券价格的上升 他们资产的评价 是不是就会好一点了 所以外资买金融我觉得OK 那再来是说 今天外资跟投信投买什么 行行 ABF 这个刚才建峰有跟大家讲嘛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ABF 位阶低嘛 所以这里如果说 ABF明年的供需趋于平衡的话 这边就有跌生反弹的机会了 OK好 所以买这些相对没涨到 或者可以拉一下指数的 但你刚刚讲到就是电子 还有很多的疑虑 外资今天卖什么 外资今天卖双低 不是说报价已经回稳了吗 那现在股价 报价回稳 股价就要往下跌了吗 为什么外资今天大卖呢 你这个问题很难 为什么 因为双低就是这么难做 我们来看股价比较快 我们看友达跟群创 第一个股价跟基本面 能不能对在一起 目前没有办法对在一起 今天破颈线耶 对今天破颈线 你看哦 尤达的股价高点在什么时候 在三月初 对 祝华你记不记得 三月初之后 你所看到的新闻都告诉你什么 TV月的报价开始往上了 对落底往上第二季不会太差 第三季有机会忘记回来 结果股价这样走 这告诉你一件事 这一波的反弹 就是针对后面这一段 基本面的解读嘛 可是这里的跌代表什么 代表市场不太相信 后面会非常的好 也就是说 这个报价它是回稳了 但是有没有办法 跟过去一样好 不见得 所以在这边股价 它就盘了一个头 然后这里跌破颈线下来 我问现在已经是这样子了吗 对,是啊,是啊,这个绝对是啊 量也出来了嘛 颈线也破了 所以未来投资人 假设你有的话 你怎么解决 我们把这个好 短线上它到年线这里 它会酝酿一次反弹 那这个反弹 有没有办法过今天长黑的一半 很重要 因为你过长黑一半 才代表什么 跌破年线来测颈线 你要利用它回来回测颈线的时候 先跑一些 那你先跑一些 你不要 假设你真的舍不得 你觉得真的很好 你不想全盲 你至少跑个三分之一 跑个一半都好 为什么 等你跑完以后 它这样测完 如果没有办法过 它在下来的时候 那它会跌多少 它就是把上面这一段 等距喔 对,等距 那你等到股价 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再分批什么 在这下面 把你上面卖的接回来 这样你就会降低你的成本 未来它可能反弹不到年线 欸,你就解套了 OK 我们前线的专家真的很棒 我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请汉伟跟建峰 帮我讲面板 到底现在是好还是坏 因为好消息这么多 建峰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觉得面板 真的很难做 所以他觉得 因为接下来你说报价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也不知道 你看果不其然 就拉了四个的黑K间破线了 好,这是友达群创 滴润不是才刚刚讲好消息吗 今天华邦店也大卖 万宏也卖又怎么一回事呢 好,滴润一样看图比较快了 滴润跟面板的状况很像 那就是说 最近都在讲 这个报价回稳 供需也OK 好,我们把时间拉长 你看滴润的高点是在什么 是在四月初 比面板慢了一个月 对不对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应该会走类似面板的走势 也就是说 这边来 下来 这边可能再来 然后未来景线的位置 你就要特别留意 所以还有机会再上去 他还有机会再上去 可是你看到 好,我们把它消掉 今天有稍微出量对不对 但是你们看今天收什么线 上影线 今天收上影线 黑K 黑K 那就代表说 在这边套导的人 在今天他又把它卖出来了 所以短线26块以上 华邦店实质的套导压力 开始出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个礼拜 你不要马上就回补间区 如果三天真的间区后 我回补 那就摆明跟你讲 这个后面 27块半 纵使有来 都是短线的卖点 好,博姐 谢谢您 请先回座了 所以最近外资 这些消息 不乏力多 但是似乎已经先涨完了 是不是这样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今天还有个重头戏 来自于联发科 台湾的科技业 是不是寒冬将至 投资要先停看厅吗 比如说联发科 今天召开了法说会了 我们先为您列出 在今天的重点 顺便请请老师上台来 跟大家解一下 今天讲了很多东西 我先问一件事情就好 大家问说 这是营长蔡立行 今年的景气展望 怎么看 他说了四个字 他说人不清楚 执行长说不清楚 好可怕 怎么解读这句话 对,因为你看联发科之前 每一家重量级的公司 老板或者CEO 他在讲下半年的时候 都说不错 就是现在不好 但下半年会好 台湾是如此 美国的也是这样讲 可是到了联发科 竟然就跟你讲说下半年 因为可能前景不明 还看不懂 我帮他稍微再做一个注解 大家先看数字 就是说第一季的营收 季减11% 年减33% 年减比较重要 年减33% 那重点是第二季预估减更多 第二季预估减到40% 所以你就知道第二季还是不好 那毛利率维持的OK 但是营益率掉很夸张 营益率只剩15% 你看这个减得非常多 那获利是腰斩 比2022年的EPS直接砍半 变成只剩10块 那很多人都说10块也还好啊 那我把10块一季10块 那我把它乘以4就是40块 那目前联发科的本益比才15倍啊 问题是你要去想 如果以联发科的状况来看的话 第一季很有可能是他的高点 对不对 他第一季赚10块钱 不等于第二季第三季 都是10块钱 没有办法乘以4 对很有可能每况愈下 好 重点在哪里呢 为什么CEO没有办法预估下半年呢 因为联发科现在遇到的事情 比台积电还麻烦得多 你要知道台积电是这样 台积电是所谓有一点是被动生产 我的客户走在前面 我呢当他的后援 对吧 他需要什么样最新的 这个产能资源 我配合他 所以第一个我的客户很固定 第二个呢 他大概研发到什么程度 我也都很很确定 所以台积电的法说会 大致上来讲 我可以规划下半年 可是联发科不一样 联发科第一个 他的客户是谁 你说他的客户 有啊 中国大陆的手机厂商 是他主要的客户 没有错 三星也是他的客户 去年呢 三星也有一部分的手机的晶片 也是用他的 好但我想问 那今年呢 第一个三星还会在用 联发科的晶片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中国大陆 到底还能够下多少的订单 给联发科 再来还有一个重点 中国大陆的手机 除了用联发科的 他更用高通的 那为什么有一阵子 用联发科用的比较勤 那是因为高通自己 策略错误 他去找三星代工嘛 对不对 所以高通虽然他设计的很好 可是呢代工 代工的人代工的不好 三星做出来的这个 这个发烫啊 这个算力都不如台积电制造的 那联发科本来就是台积电代工 所以去年联发科之所以能够完胜高通 是因为代工厂不一样 台积电当然是赢三星 可是现在高通很聪明啊 他他那个骁龙最新的骁龙 Gen1 Gen2 他他就直接找台积电代工 那只要当他找台积电代工以后 第一个你们的就平起平坐 然后呢 他在售价上 他以前是高高在上 然后联发科呢 大概是他的打六折打七折的价格 现在呢 他又把他高通把他收下降下来 那你看看你联发科你要怎么办 所以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样 所以他很难估啊 因为这个前景啊 都在于 第一个他的客户 要怎么评估联发科自己 或者他的对手高通 要怎么去因应 这就是现在联发科 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难怪他说人不清楚 那我看一下联发科的股价 因为其实在召开法术会之前 大家对于他有很高的期待 所以他这个礼拜就先破底之后 然后止跌了 今天站上了十日均线 但是这个结果 到底你觉得下个礼拜会用利空 还是用利多来解读 应该是利空 我怎么讲 第一个 我们刚刚有看这个三大法人动作 我刚才稍微注意一下 外资今天还是卖了 一千一百多张的联发科 可是呢 投信买了六百多张的联发科 就是土洋对决了 那投信为什么会买联发科呢 我猜啦 因为最近不管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那种重量级法术会 开完好像股价都不错 所以这个联发科开法术会之前 投信可能有一些卡位的一个动作 可是呢 如果当你看到法术会的结果以后 我相信这六百多张投信的买单 可能也觉得不安 对 那外资就更不要讲了 外资本来就在卖的 这个本来就是外资卖下来的 他看到这个数字以后 一定就觉得 你看我卖对了吧 所以后面可能还会继续卖 所以以联发科的角度来看 法人如果卖的动作没有停 那散户就算看好也是没有意义 OK 好 我们从联发科在今天的法术会来带到整个的电子景气 为什么说寒冬僵止 当然你看联发科就是护国神山的另外一座 那原本的那个台积电在上个礼拜 大家也都看到台积电的营收 他自己讲的负成长 我一整年下来我的营收没有办法比去年多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招 2009年以来第一招 2009年是因为遇到全球金融海啸才这样 那否则来讲呢 没有没有遇过 你要知道 给我一个白板 台积电是这样子的一家公司 他是每一年砸三百多亿美元 在扩充产能的一家公司 三百多亿美元什么概念 他一年也不过就赚这个钱 一年台积电就赚一兆台币 就大概三百多亿美元 他是把他所有赚的钱 再拿去投资到下一年 那你去想他每一年砸这么多钱 再做资本支出 如果这条曲线叫产能 他的产能不是应该逐年上升吗 如果产能逐年上升 你的营收不是应该也是正常上升吗 这样也才刚好而已啊 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开一家餐厅 跟我开十家餐厅 跟我开二十家餐厅 我的生意当然会不一样啊 随着我多开一家餐厅 我的生意是不是应该变好 可是给我一条蓝色的线 可是现在呢 他的讲法是说 我的产能还是上升啊 是 可是我的营收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理论上 应该是红色的这条线才对嘛 我随着我的产能增加 我也跟着增加 甚至呢 如果我可以撬得更高更好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我这个钱啊 花出去了 可是呢 我的营收竟然还负成长 代表这中间的缺口 就是我的潜在 不管是真实损失 或者机会成本的损失 它就是一种损失啊 譬如说我每一年 产能增加二十percent 可是我营收没有办法成长二十percent 这个钱花出去 要算折旧的 不管我设备折旧 五年摊提或干嘛 你想想看 三百多亿美金 我们算三百亿好了 三百亿美元 光这一年花的 就要摊提六十 分五年摊提好了 就要分摊提六十亿的折旧 这个是费用 就是你没有赚钱 你光这个部分 你就要亏六十亿 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台积电 你就知道 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家重资本支出的公司 如果它的营收没有办法成长的话 就不及格了 更何况它还零成长 它成长幅度跟不上产能之外 它还零成长 这是非常大的警訊 好 那回来我的字卡 所以两座神山都遇到这个状况 那可能不要讲其他电子公司 其他电子公司的情况更不好 比如说手机电脑消费疲弱 你会说没关系 现在反正手机不行了 我也知道了 电脑不行我也知道了 我靠下一个世代 问题我们台湾的下一个世代是什么 电动车吗 我们台湾有做电动车的什么吗 台湾有台湾牌的电动车吗 也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动车这个领域 其实是落后先进国家的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还是只能靠手机跟笔电 对不对 那这两个东西就是消费疲弱 你短期看不到有爆发性的成长 那零组件的厂商当然倍感压力 大家要知道 除了他们的需求疲弱 就是整个大饼在变小之外 你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 中国大陆很多的厂商就起来 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红色供应链 红色供应链 基本上苹果 他已经在分散他的一个供应商 以前可能很多下给台湾 现在大部分是下给红色供应链 后来又分到印度去 分到越南去 那这个分都在分我们台湾的商机 所以我们台湾会受到威胁 这两件事情一起看 再来呢 你说没关系 这个手机不好 这个电脑不好 那我做伺服器 对不对 现在不是要CHAP GPT吗 可是你要知道伺服器分两种 我们讲的CHAP GPT 讲的是这种AI伺服器 它比较厉害的 它里面用到比较多那种GPU的 算力要强的那种 但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云端中心 讲的是说 譬如说你要储存资料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存照片 也就直接上传云端 那种是储存资料用的 那种叫做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 他是跟着警器跑的 如果警器好的话 我数据中心越盖越多 我也需要很多的伺服器 但相反 现在的警器是往下走的 你的那个原来的云端中心 数据中心早就够了 容量早就够了 不需要再添购很多的伺服器 所以大家要知道增加的伺服器 是在这个部分 问题这个部分 其实是占整个云端中心里面 可能不到五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期待太大 因为呢 他应该说伺服器赚的钱 还不如里面GPU赚的钱 GPU才是这个伺服器里面的重点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重点 好 再来 我们讲说 笔电不行 那电脑不行 我可以靠电动车 那电动车就算我做不了 我等整台 我可以做里面零组件 但现在重点来了 特斯拉带头降车价 这个博杰就非常清楚了 他是降的多夸张 譬如我举个例子好了 Model 3 Model 3是最多人开的 我印象中 我一年前吧 我去看的时候 售价大概180万一台 现在大概130 甚至120万一台 他已经降了很多了 然后呢像这个Model S 或者Model Y 都降非常多 那你想想看 当然马斯克和马斯克的策略 因为我的成本 我只要还有赚一点点 我就降 为什么 因为我降了以后呢 可能别人就被我打趴了 友中坐的车就被我打趴了 伯杰坐的车就被我打趴了 因为他的成本比我还高 所以我的售价只要一降下来 先把他们打死吧 虽然我短暂没赚钱 可是你要这样想 当我一台车 从180万一台 变成130万一台的时候 我请问你 里面的零组件 你要不要降价 当然 对不对 我本来 我譬如说我这个价格 降到这个价格 我可能砍25%的毛利 那里面的做零组件 要不要砍25%的毛利 所以这个当然 车用元件的利润就大减了 所以你看最近台股 跟车子有关 以前有叫做什么车 车用的这些电子概念股 全部都是大跌 原因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内优外患 这个除了我们讲的什么经济成长率不好 外面订单的问题 现在生产成本又来了 四月份工业电价要涨价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台电不补贴了 台电这个燃料 进口多少钱就反映了 以前是自行吸收 现在吸收不下去了 台电要活下来 所以就反映在这个电费上 四月份工业电价涨多少 十四percent 如果特高压的话涨十七percent 特高压就是半导体在用的 十四到十七percent 你想想看 刚才我们看那个联发科 他的营益率已经掉到十五趴了 联发科还算是他不用生产 对吧 联发科是IC设计公司 你要去想很多的电子业 他的毛利率已经毛三到四了 然后还被你产 店价还要涨那么多 我不可能不用电吧 人家说你用绿电 绿电更惨绿电更贵 所以现在的店价就涨那么多 生产成本大增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 那讲了那么多以后 你就会觉得说 那台股完蛋了 没有错 很多人会开始担心 就是说那电子股不能做 那我怎么办呢 很多人说最近军工不错 或者有一些太阳能不错 哪一些有延续力 那我稍微讲几个 太阳能跟重电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意 怎么说呢 因为苹果这家公司 他已经告诉他所有的供应链说 在2030年 你要零碳牌 就是你整个生产 我的苹果要用的东西 不管是零组件或者组装 你都要零碳牌 那零碳牌 你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买绿电 台湾没有那么多绿电 你说有啊 有风力发电 那个风力发电 只要一毫就被台积电买光了 因为光台积电就不够了 那其他平衡光源怎么办呢 所以台湾必须要加速发展太阳能 那之前我们讲过 你要有太阳能 太阳能是白天有电晚上没电 那怎么办 你要加除能 所以除能就是重电的 当然业务量之一 那除了这个以外 重电现在加速在做充电装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社区 就这样 最近通过管委会通过 可以进来 我看里面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这个业务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这些重电业子突然火起来了 因为特斯拉降价电动车 那代表电动车会普及 到代表未来越来越多人开电动车 那做这个充电装的就很好了 现在很多社区跟你们一样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就是算是不是外销 反正台湾有需要 那电信也是台湾内需 对吧 什么中华电信远传 你会发现 因为台湾是这样 台湾的投信的基金 不管你发行基金 譬如说假如你发行100亿的基金好了 他里面会有规定 你这些基金 你就算看空台股 就算你认同我刚才讲的这么多理由 你觉得电子股不能买 你也要持有70%的多单 就算你再怎么看 看坏台股 那我请问你 我这些都看坏 如果我都认同的话 买什么 那买什么 我就只能买这些 中华电信多买几支 不是这样子吗 这就会比较安全 而且他老实说 他比较没有景气波动 然后最后一个金融股 刚才博姐已经提到了 金融股 感觉上他是在美债 在价格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很难得的一个受惠者 所以这些可以当避风感 程老师除了讲到这些寒冬之外 程老师还告诉我一个逻辑 是下一络我们节目要讲的 就是金融市场现在已经在交易 所谓的经济衰退 为什么会长这样的逻辑 休息一下 程老师继续告诉你 感谢你 等待会儿 稳定详续